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的观战,来观战一把目前 绑1的勘探员,这位 绝活玩家 这小伙子好像 有一点点对不对 不信邪呀 这你这绑1是不要了 是这意思吧 很自信啊,不过我们来看啊 这个学一学这种东西呢,就是对吧,大家图个乐啊,我们来看阵容 这边阵容上面的话,上来找到先知,挺香的,上来找这边想邪,邪的一个角度来把这个先知给晕住,但是这个猫有点小,没晕住,没晕住的话这边轰鸟 这道阵容有一说一啊,打一个 那个使徒还挺厉害的,为什么,他够扎实,他够扎实 面对一个勘探员,单勘探员带一个金身 我觉得单勘探员带金身好像是不是有一点点 太过于尊重这一手绝活了 因为带个闪现的话,因为毕竟你不可能前期就是使徒前期抓勘探很难抓的,他不太会去抓,不太会去抓呢就是勘探要来搞你的时候即使才有用 他有可能 带了金身然后去顶勘探,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嘛,那这局的话我觉得有点难打 鸟给上了,这边本来想闷尿这个鸟没能给上,没能那个来得及 鸟给上了,这边的话吹 吹来不及啊,吹这个距离的话不行,猫一放击倒,那虽然说我觉得使徒不是特别好打,但是呢毕竟他是一个防守型监管者 这波的击倒 120秒,他如果说能够防一波过半,或者打一波双倒不仅仅能保平,他能真胜的 他只要能打一个双倒他就能保平 他如果说能够守过半他也能保平,所以说这个局 还有的打,还有的打 看谁来救了 这边看待原来没有动作啊,用命来救 因为穷者已经是前期牵制出了一个优势,所以说一定是卡半救 只要不吃双倒对吧,待会博命结束以后这边 那个心理学家 那个哨子一吹,补满状态,又是一个 外面非常状态好的一个局 这边直接捞,捞下来,好,晕住啊,这边 打一刀先知 那这波的话以一刀为代价直接救下来了 很舒服 看待原来看 这边看待原来要不要打架 目前来看好像没想打架,因为这个心理学家他是能吃三刀的,所以说呢 心理学家可以来救人 他其实跟优兵是一样的 这边好像 如果说 奔着救人去的话,心理学家是可以来救一波的 但是这边的话 使徒抓到了一手猫跳的机,当时我在看这边的一个穷者的一个分布,以及他们救人一个情况 没注意到,这边是追了一波双倒,追了一波双倒的话,这边的机子不够 那这个局我觉得卖掉以后打三轮开门战也不错 心理学家能救 看待原这边机子修完,可以,心理学家去救人 看待原这边修完以后去 他去救吗?看待原去救 看待原去救没有心理学家去救我 这边而且使徒是一个精神啊 这个局我觉得 不太好救 有精神的话真不太好救 这边放猫 来 猫底回去 先晕住打一刀 再晕,好,来 救下来 藏刀 优兵起来 机子 这里 心理学家没有修完 哦他去补那个,那个没有修完,那个看待原没有修完 看待原这边倒地了 机子的话我先摸上了,一刀打 91 那样 嗯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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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但是我有精神 不过这个精神有一创一满亏的,你要是个闪现的话,我觉得这边有底牌吗? 哦没有底牌,精神精到底 那你还想走? 怎么还有块磁铁啊? 等会 前面有地窖 门也在开 还有一块磁铁,有加速啊 哎呦,勘探员,确实使徒蛮怕勘探员的,在这边 弹一手 解晕,绕开 这边 傭兵要帮忙扛刀 因为刚刚这边弹的这个角度不是特别好好的,留下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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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是真被打一个三跑 那以后带什么呢? 金身都不行的话 那以后带什么呢 哎呦,这边 不会有三摇吧 没有三摇 没有三摇 应该没关系啊 好的,也是改了这个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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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